今天下午男团的半决赛也随之展开 对阵双方是汕头明润和山东卫桥 首盘比赛是男双的较量 汕头明润派出了赛林为周宇的搭档 对阵山东卫桥的林云如周启豪组合 两队组合开场后互不相仗 林云如周启豪在最后时刻的多拍对打中 稳定性更高 帮助他们拿下了关键分 12比10艰难拿下第一局 之后他们又在第二局势如破竹 早早取得了大比分领先 最终以11比6再下一场 赛林为周宇之后调整状态扳回列局 但第四局林云如周启豪还是在关键分上 更加果断再拿一局 最终3比1取胜 帮助山东卫桥总比分1比0领先 目前比赛仍在进行中